本群租房一年一度的 无业游民经济工作会议 在客厅隆重举行 长期失业在家的 著名宅男XXX同志 发表了重要讲话 无业游民代表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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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女 出席了会议 会议就本群租房的经济工作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会议首先由XXX同志进行发言 此人长期在家从事IT工作 对世界局势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认识 一段时间以来 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因素 明显增多 影响到了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 面对严峻的挑战 我们必须马上采取措施 经济问题的关键就是要 拉内需 因此拉内需 是我们明年的重要工作 经过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拉内需 是解决本群租房经济问题的关键 为了顺利拉出内需 会议决定赤资300元进行马桶修复 管道疏通等一系列重大项目投资 专家预测 随着这些重大项目的纷纷上马 内需将会源源不断地拉出来 GDP增长将超过10个百分点 为了解决群租房内人员众多 而厕所不足的问题 本次会议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 记者采访时发现 本群租房内人员往来众多 但厕所只有一个 由于僧多周少 导致马桶的通畅率已经连续18个月出现负增长 厕所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群众的需求 此外 大便排放量超标问题也严重影响了本群租房的形象 为贯彻落实节能减排要求 保持马桶畅通 会议决定从今天起开始实施厕所管理措施 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从今天起 本群租房内的房客按身份证号轮流排便 身份证号为单号的只能在单号日排便 双号日停止排便 身份证号为双号的只能在双号日排便 单号日停止排便 新的措施实施以后 将有效缓解厕所不足所带来的矛盾 受到了广大房客的热烈欢迎 至于有人提出来可以采用五号轮换制 由于本群租房内的房客 普遍患有老年痴呆症 无法记住如此复杂的规则 因此被否决 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恶化 本群租房内的白领们纷纷失业 而就在这时 群租房内的几位大学生又将面临毕业 广大白领对此十分重视 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召开了特别会议 经过热烈的讨论 会议决定大学生毕业后 将直接保送成为研究生进行深造 两年之后成为硕士 然后继续直接保送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将直接保送成为壮士 再经过四年的学习 壮士毕业后将直接保送攻读勇士 假如勇士读完之后就业形势仍然不好 将直接保送升入圣斗士 之后还有斗牛士 武士 爵士 第一士 猛士 劳力士 路易士 劈头士等 如果继续学习 再经过恩年的攻读 将直接保送成为烈士 与会者一致认为此项措施意义重大 对广大白领们重新找到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今天上午 本群租房厕所内的马桶突然发生堵塞 广大群众对此高度重视 迅速赶赴现场 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处理 马桶堵塞事故发生后 广大群众高度重视 并分别做了重要批示 要求迅速排除险情 做好善后工作 查明事故原因 依法追究责任 及时发布消息 公布真相 防止炒作 做好群众的安抚工作 目前 善后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另据消息 今天上午11点左右 马桶堵塞事故责任人XXX已被群众控制 经过两个小时的严刑拷打 事故责任人X某终于招供是他干的 至此 马桶堵塞事故得到了全面解决 广大群众又一次取得了全面胜利 最近一段时间 本群租房内的一位身患绝症的房客 三年来顽强地与病魔 做自强不息的斗争的感人事迹 传遍了房间里的各个角落 请看记者的报道 今年21岁的XXX是XX大学的电脑技术专业的高材生 然而谁也没能想到 这个在同学和老师眼里的电脑技术高材生 竟在三年前患上了网络成瘾综合症 三年时间里 这个面色苍白的男孩 独自忍受着病魔的折磨 在XXX心里 他渴望着能治好病 但由于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 是在今年才发布的 因此在三年前就患上了死病的XXX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导致病情恶化 无药可救 然而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 XXX并没有动摇 依然每天坚持带病练疾 广大房客被XXX坚强不息的精神 所感动 纷纷组团来到这里 进行参观和学习 在研究网络成瘾综合症方面 有着丰富经验的某著名医院 也表示愿意对XXX提供免费治疗 然而 XXX却婉拒了医院的好意 他动情地说 不要管我 先抢救其他人要紧 昨天 小区物业以破坏环境卫生为由 给本群租房下达了整改通知 广大房客对此十分愤慨 纷纷发表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 本群租房一贯重视环境卫生问题 在环境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 得到了小区居民的普遍赞誉 双方在对环境问题上的看法 确实存在分歧 但我方一直主张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与交流妥善解决 然而 小区物业不顾我们的反对 执意破坏双边关系 严重伤害了我们幼小的心灵 我们要求物业能以双方关系大局为重 充分认识到整治群租房对双边关系造成的损害 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